注释 弓画师 弓就是桥 弓画师就比亦佛 画地质 画师之地质比亦菩萨 布采图纵形 分布色彩 图绘 种种 怎么样 形象 我说 易如是 我所说之之法 易如是 本无可说 但是方便说 253页 彩色本无纹 就是这个彩色颜料之中 本来就没有图纹可见可得 但是以众生心攀缘故 见有何何 这个攀缘什么意思 攀缘 就很有执着跟分别 因为有视心 有动念 也不得不去执着它 见种种种色彩和合而生图纹之想 而是彩色 性离 离心 意识 这个是彼佛所说的法 这文字性应当要远离 不找文字 所以佛说了四十九年的法 没说过一个字 这是指 究竟每一个人的真理 是无可言说的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也不可找 也不可住 不可以的 文字之中 本无所有 亦无有道 亦无非道 然以众生心攀缘 见文字性非空 见文字中有道 见文字中有识 自信 见文字一道 和和 而是不和 这题目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诸位 语言 就是无形象的文字 如果你远离了文字 就是远离了种种事件的 种种的语言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 人家赞叹你 你一样碌碌不动 因为没有真减 人家毁谤你 这个是文字象 语言就是文字象 文字就是语言象嘛 一个是有形 一个是无形的嘛 文字是有形的语言嘛 语言就是无形的文字嘛 好 那如果今天呢 大肆地批判你 诽谤你 因为控制性 没有东西可以增加 语言文字本来就假的 因此啊 行性自己做得了主 这是修行最重要的宗旨 我们人呢 除了为自己而活 还要为众生而活 可是你要为众生而活 你自己要有能力咯 对不对 你自己要有能力啊 你才能为众生而活 那么你要 所以简单讲 回归到根本 还是要你为自己而活 所以必须要开采你内心的大波勒智慧 让它活用出来 把你的内在的波勒智慧用出来 活出你的波勒智慧 因此你离文字相 离心言相 离语言相 那么波勒智慧就会显现 所以说 见文字一道合合 其实是不合合 故说彩色本无文 非笔亦非树 笔为彩笔 树为眷树 化不也 这个是说 种种的图文 亦非在于彩笔之中 亦非在画部之中 有图像可得 只是为了起义众生故 为义众生故 起义错会众像 起就是邪 不信不顺经 为众恨之相也 那经就是垂直线 为就是横线 挫折 错终也 为错终于真属之际 如来一切言说 诗色 皆为方便是导 为什么叫做方便是导 真理就经意不可说 要不然你看看那个禅宗 能讲话吗 开口就错 道不得 第一地道不得 对不对 那道不得 如果说我们今天 用第一地大空 就缠了最高境界 那就不用讲了 上台 下课 今天很冷 我穿很多拢来 要疼 快拍一下 叫我坐车 再回去 最高境界就没有东西 可以讲 没办法了 没有几个人 有这种功夫啊 这是圆顿大教 对不对 一般那个圆顿大教是 跟佛讲的圆顿大教 不一样的 一般的圆顿大教是 脸看起来 炎炎胖胖的 顿就是头头顿顿 那个顿 那个圆顿 大会菩萨的圆顿 你也是圆顿 就脸脸脸吃胖胖 那它比较昂昂 那也是圆顿 那是顿 那是叉顿 叉顿 叉顿 所以说 我们真正旧经义 它是没有任何语言文字的 那么 这个能言经讲完了 来讲这个能 能切经 那刚好 时间 接得 刚刚好 为什么呢 我们在能言经 讲了很多了 接下来 言顿 大家的能切 就不是很困难 这位方便是道 欲令 吉文 离文 吉言 离言 文字图像 有如 指业之指 业不在指 然 若没有如来之指 这众生 无有见业 这个我们在 嫩言经 也了解 这段 公安的因言 道义如是 道不在文字 言说 然若如来 不说 则众生 无有见道 悟道 辱道 所以啊 在这个 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一句话 他说 我们呢 常做 如同 石头 坚硬般的石头 坐在那个地方 也无法产生了 奥妙的波勒智慧 常做 如磐石 常做 坚硬 如磐石 也不能启动 奥妙的智慧 就是 学佛不是在那边坐 有的人说 坐 才能开悟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不坐的时候 怎么办 对不对 不坐的时候 要起来 人总是要大小便 行住坐 起来怎么办 道在哪里 坐的时候 站起来 不就没悟吗 道 不是这样子的 事故如来 种种方便言说 守在随众生之根欲 令其欢喜信寿 然后渐渐化道 入义正道 这句话 是度众生的一个重点 令其欢喜信寿 所以你人与人之间 生活你一定要让对方好印象 好印象 所以我们 那个脆尖挤来 那个坏习惯就一定要改 你说哎呀 这个男人也好 或者是女人也好 你到处都跟人家截恶 你那只嘴巴 就是听不下来 什么都攻击批判 我告诉你 你这样度不了众生的 而且会最大的损福报 苛刻的语言 苛刻的语言 是很损自己的得性跟福报的 这个绝对讲不得 不要说讲 你要度什么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讲你想要保住这份福报 都不可能 你想你今天你讲话 你得罪一个人 明天讲话 又得罪那个人 后天讲话 又得罪一个人 那后边你别有朋友 对不对 你再唱一唱 往你友 春一下 就往你友 然后你春一下 你这就春一下 对不对 那不会不办朋友啊 一个一个人在走 不好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 随众生的更衣 令众生起欢喜信守 这点很重要 所以记得 呼告一个一个好 这句话是一个老生常谈 佛教增加一个就有一份的力量 这句话是老生常谈 但是它很重要 所以啊 令众生欢喜信受以后 然后再渐渐化导入一正道 此乃如来之不舍 大悲也 比如说你要讲话也不能太急躁啊 明天后天要办归 归以后下庭接训 如果你讲话讲得太硬了 归的每一个人回去通通要吃素 他谁敢来啊 有几个少数几个 他的吃素条件一人具足 有的人没办法 对不对 我们家在喂肉串 出村的都也要说 我妈妈要吃肉串 他们家在喂肉串啊 要安装要吃素 对不对 你看我吃苦你就知道 我们家在喂肉串 所以啊 有时候刚来归的不能讲得太硬 你讲得太硬 那都没办法接受了 所以有的人来归就是 已经走到文书讲坛了 问书一句话 说 耶稣我没什么来归 我说好啊 我归我没办法吃素呢 我说 谁讲归一定要吃素呢 哦 归不是一定要吃素 没有 没有 慢慢来啊 哇 他就跑来归了 不能用的太硬了 太硬一下 不能接受的 所以入义正道啊 此乃如来之不舍大悲啊 故言为悦众生故啊 其错会众相啊 为其邪 众和于有与无之间 错终于真 真就是空了 书就是讲有了 而会成众相了 众相比义如来所建立 一切法 两百五十四页 义贯 诸佛如来及诸大菩萨 譬如宫巧的画师啊 以及以画师的弟子 如来为画师菩萨 为画师弟子 一起共同分布彩色 绘图种种种种形象 我所说的法也如是 彩色 颜料之中 本来就没有图文 亦非以彩笔之中 有图像可得 亦非以捐树之中 有图像可得 然为 一跃众生故 令其欢喜 进入正道 图如来 起义邪 纵横于 幼无之间 确终于 真俗之计 而会成 众多 妙法之形象 接下来 二百五十四页 中间今晚 言说别思行 真实黎明志 分别应出业 修行是真实 真实自无处 绝想所觉理 此为佛指说 女者 广分别 种种皆如患 虽现无真实 如是种种说 谁是别思设 所说非所应 于彼为非说 接下来 这语言文字太省略了 把它贯穿一下 言说 意思就是 至于种种的言说 别就是特别 特别失色 而举行 意思就是 为什么要特别失色 种种的语言 当然就是为了方便 但是究竟真实之理 它是理以明智的 名字 是人类 所创造的 它是空无自信的 分别应出业 光分别 是为了适应 出业 是出发心修行 道业之人 这个业 不是造业 是指道业 这个分别是广分别说 广分别说法 是为什么呢 应 就是适应 是为了适应 出业 是指出发心 修行 道业的人 如果是修行 久修行的人呢 是修行 是真实 这个修行 上面补一个字 加一个久 很久 很久 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long long times ago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要这样 久修行之人 是就开始它 真正的实相 因此 要有根气成熟的 我们文书讲堂啊 从1989年 成立到现在 二十多年了 这第一次讲 能切经 因为能切经的语言 建设 翻译太省略了 不容易看得懂 师父认为啊 这二十年来啊 大家重复的一支欣喜 因言已经具足了 所以来讲这个 圆顿大教 虽然不一定 每一个人都受用啊 总是创造一个 圆顿的因缘 该度的 以度 未度的 做 得度的因缘 所以讲 还是比较好 有的人呢 别本经典 没有这么发喜 听到这个人 就特别的发喜 这个人呢 素素 上根深厚 能够每一堂课 来到这里啊 听得懂不懂啊 这个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 很多人啊 我碰到他 就问他说 你能切经听得懂吗 听得不错啊 很好 那你说我听得懂吗 唉呦 我都 我是说 我听得不错啊 反正是 但是就讲嘛 真的没办法 就是表示还没有吸收消化 不能化作自己身份的 身体的养分,跟这个能量,真正一个天经文法的人, 通打,吸收,消化,化作自己的心性的时候, 苏佛教他讲,他觉得能讲得出来,他真的听得懂了。 所以,现在来讲,听得很发喜,那不一定懂, 就觉得很发喜,所以就先解一个善言,对不对? 接下来,真实智悟处,意思就是,真实的悟境乃是内心智悟之处, 真实的悟境,在哪里呢?乃是内心智悟之处, 所以说,自依止,法依止,莫义依止,就是这个道理。 开悟,别人帮不上忙的。善之士也只能引导你,给你做强大的真善言。 但是悟不悟,还是要看你的内心,有没有素适的善根,还有这一辈子的精进的努力,别人没办法。 所以,有一个年岁大一点的,听经文法也有一阵子,然后到师父这边来,就说, 我听了那么多法哦,觉得师父讲得不错。 我说,嗯,很好。就是不会开悟啊。 师父,请问师父,要怎么样开咧? 哦,这个就麻烦大了,怎么开? 我说,你去拿这支弓腿来, 你开,开,开。 我没怎么开啊。 要不然怎么开,对不对? 这不是用弓的就会通过。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要一点时间。 接下来, 结想所结理,就是能结想这颗心,以及所结想的,就是能结想,所结想,你同结系远离。 结系远离。 这个就重点了。 不能离下,你整天在那边打坐啊,就死守这个五印身,道不在这里。 不在五印,也不离五印。 此为佛子说,这个是为大根顿路的佛子所说的。 于,如果,假设说,若鱼者,如果是鱼吃的人,怎么样? 应当广分别说。 这一句就是重点了。 所以,为什么叫我们要重复了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以后,上字幕最好能够做笔记。 为什么? 因为很少人有像大会菩萨,这种一生生啊,他方世界来的十地菩萨,来跟佛对话的,我们根本没办法。 所以,这个余则就应广分别说。 说多一点,慢慢的欣喜,再欣喜,也只有用这个办法。 种种皆如患啊,意思就是啊,种种众生的这个心啊,和境界啊,这个法门啊,其实都是如犯的,不实在的。 虽然有能说啊,虽然有种种的语言啊,文字像啊,好像有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的写实啊。 但是没有一样是真实的,虽然有种种的法啊,或者是生活啊,那么的写实,那么的真实。 可是呢,却没有一种东西,离开缘起,都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虽现无真实,虽然有种种现象,但是呢,没有一种是真实的。 这个六祖讲的那句话,相呼应,六祖啊,就说,万法无有真啊,离假一切真。 你要进入佛道,就一定要理想。 万法无有真啊,万法无有真啊,万法无有真啊,离假一切真。 离假离开了能源的那个执着的心,那么,一切都是真如的心性。 所以,真如的心性,就是你一切像,今明诸佛。 你看,一句话就搞定了。 如是种种说,随事别失色。 随种种的事,应及。 随事就是随种种的不同的事项,来分别失色。 随种种种的不同的事,来分别失色。 所说,非所应。 如果你所说的法,不适应对方那个根器,非所应之机啊。 以比为非所,对他,比就是听者。 对于听者来讲,反过来,便成为,非就是非荡之说。 以比听者,反成为非荡之说。 就是以比为非所。 对于那个听者,他在听你讲啊。 可是不对积。 反成为非荡之说。 因此啊,你要弘扬佛陀的正法,推崗佛陀的正法。 如果对方不要。 你说,我这个光盘DVD啊,拿到他家门口摆着,还不要。 那么也就不需要太勉强啊。 毕竟,不记足善根福德因缘都不记足的话。 所以,勉强不来。 放着等待未来的因缘。 有的人呢,他来文书讲堂,发费期间呢,拿了一个光盘,拿回去。 他不看,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他有一天呢,他这个儿子啊,也读到大学来说,我妈从文书讲堂呢,拿了这个光盘,放了三年。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呢? 一放,哇,讲那个台大的惨。 看了以后,哇,这么好。 很震撼。 有的人看了DVD,非常的震撼。 所以拿回去的人,那不一定会看。 所以要把我拿回去就算不错。 制造将来的因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家的老公不信佛。 你家的儿女不一定信佛。 你也要拿一点回去啊。 今天不看,今年不看,明年也许会看。 对不对? 有一天,心血来潮的时候。 在偶然的机会里面,这老公看了以后。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你的老婆啊,写佛。 比如说,你三根深厚。 没错。 但是有一天啊,当你度你的老公啊。 让他转过来的时候,那个男人邪佛是很猛的。 你让他转过来,你试试看,你不是对手的。 所以一切法,并不是说要看今天的。 不是看今天的。 对不对? 要看未来。 所以光盘啊,书啊。 家里也不是很反对。 对不对? 那就没关系。 没关系。 从你改变开始。 老公啊,要度你老婆。 从你改变开始。 改变开始。 那么,老公要度老婆,不是很难。 记得守住这几个原则。 第一,尽量不要跟你人讲话。 老婆看起来舒服。 第一点,意志心。 第二点,要记得他的生日。 记得他的生日。 要表达一下。 对不对? 第三,投其所好。 看他喜欢什么。 还是衣服啊,怎么样啊。 慢慢给他好的印象。 对不对? 讲话不要太刺激。 他不过他的kiss要控制一下。 慢慢慢慢。 老婆现在对我印象不错了。 不要常常说我要出家,我要出家,我要出家。 你老婆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慢慢慢慢印象好了,就读得进来。 有一天你在放这个光盘啊,书啊。 他就看了书,他就能接受。 你不要拜托他看了。 众生总是有一个自尊嘛。 对不对? 信夫人都迷信。 信夫人都迷信。 是不是? 你书本摆着啊,光盘摆着。 有一天他会偷偷地看。 他有尊严啊。 尊严。 是吧。 那么你能要度这个男人啊, 他有他的招数。 只要你用你能的这个本能, 柔软一点的态度, 不要太硬的。 不一定度得来。 有的男人他不帅你这一套的。 是不是? 以前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啊, 哇,追得半死。 是不是? 哎呀,一天没有看到他了。 一天的电话, 一直打一直打。 现在结婚了, 十几年了, 生了两个了。 我现在洗澡, 看都不看我一眼。 对不对? 我本来要进去把他化妆漂亮一点, 洗个澡出来, 要穿亮眼一点的。 对不对? 这个客人睡着了。 死去这个公灵啊。 那些人都习惯了嘛, 这种生活已经习惯了。 所以啊, 柔软一点, 退让一点。 对不对? 男人嘛,总是会有一点尊严。 那么你这个女众, 就很容易度到你的老公。 但是有的人真的没办法。 他不在地, 都是人去修复。 我看到他没舒服, 他看到我也没舒服。 按摩布就瞧着尾巴。 但是生了三四眼。 这就不知道要怎么改善了。 啊, 念得不可赚了。 啊, 只能这样子解读。 是不是?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啊, 看看这个注释。 言说别施行, 别就是特别。 施行, 就是施设之举, 行者举业, 真实离明子。 你应指着唐义咒文字, 此即为真实究竟之理, 为理文字言说。 事故行者, 应不着文字言说, 寻明取实。 二百五十五页, 二百五十五页, 分别应出业, 分别为广分别。 出业, 为出发心修行道业之人。 此为, 为出发心人, 因广分别诸法, 令其医疗, 亦可得入。 修行是真实。 修行, 为真实修行之人, 或久远修行之人。 对如是行人, 则事亦究竟真实之道。 以其既以守顾。 根气已经成熟了, 堪能误入, 堪当大法。 譬如大鱼, 小树小草, 则逆弊, 唯大树能当之, 犹受嫩者, 亦发繁茂兴盛。 说, 真实自无处, 真实之理, 乃修行者, 自无之境界。 诸位, 只有开悟见性, 能够见到真如的本性的人, 才有办法讲到本地的风光。 否则都是用猜的。 否则就是用猜的。 《华言经》中所谓的, 不由他教, 也是此经所谓的自觉胜趣。 意思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觉自无。 圣人的这个智慧。 结想所谓理, 能结想以及所谓想的, 统统要理。 所以, 结想为能结想, 所谓为所谓想, 以为此真实之处, 乃能结所谓, 能想所谓, 细节远离。 能结是指能结之心, 或者是能结之人, 所谓指所谓之理, 或者是所谓之法。 能想所谓也如是, 能结所谓, 能想所谓之心, 理, 人, 法, 细节远离。 细节远离。 方是无上, 正真之道。 所以, 在座诸位, 要契入佛的究竟意, 有三个字。 一, 空, 二, 离。 一, 就空, 二, 就是离。 三, 就是无。 一个字, 通三藏社不经典。 一, 空, 空无自信。 一, 一切想。 都是这样修行的。 都是这样修行的。 才能够成就无上, 正真之道。 那么, 我们在波罗心经里面, 那个无字啊, 灌到底啊, 空, 无, 离。 一个字就解决。 所以, 师父就是说, 会修行的人就一句话嘛, 设就是空。 接下来, 种种皆如幻。 种种, 指众生之心, 以世间之境啊, 以皆如来所说之法门, 皆如幻。 以外境一心而现啊, 而心却是如幻。 所以心一境皆是如幻啊。 那, 这个心如幻, 是指望心啊, 不是指真心啊。 所以望心与望境, 其实都是如幻啊。 而如来之法门, 为应众生之心而现, 众生心即如幻, 而应之而现之法门, 亦复如幻。 千万不要说法有真实啊, 法当然也不是真实啊。 蓄固言, 种种皆如幻。 是, 初世间法, 就是一句, 种种皆如幻。 各位, 皆如幻, 就可以解说第一地。 如幻, 你不能说它没有, 也不能说它有。 你有无, 你断肠。 最后一行, 所说, 非, 所应。 一笔为非说, 为, 若所说之法, 为, 非所应之机啊, 则一听者, 反成为, 非说, 非说者, 不得当之说也。 二百五十六页, 一贯。 至于种种言说, 为特别施舍而举行, 而正真实在之境啊, 使理名言文字啊, 广分别说者, 乃为适应出发心。 我这里, 这个适没有改过, 你们那个字, 有没有改过, 我不知道。 一二三四的适啊, 改成适应的适。 为适应出发心, 修行道业之人而设。 如果你们那个字啊, 还没有改, 那就是打错啊, 改成适应的适, 胡适之的适。 至若久远修行啊, 积首物之人啊, 则为贤是正正之真之实相, 而正正实相之境, 乃修行者自物自正之处。 非他人真人是之啊, 所为正相应啊, 如人淫水啊, 冷暖自知, 别人没有办法取代。 所以开悟有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悟呢? 可是啊, 无名众的众生啊, 师父能同情他, 却帮不了嘛, 没办法帮他开悟。 那这个人无名很重, 贪嗔之, 很严重。 他的行为极致偏差偏激, 似乎也只能同情他。 但是帮不上忙。 因为自杰甚至, 只有自己有办法。 只有自己内心的世界, 肯放下的那个人才有办法。 非他人啊, 真人是之, 亦非言说, 所能及。 此真实之处啊, 乃能觉, 能想, 所解所想, 细节远离, 不着一切处置境界, 如此正正实相, 但为大根能顿入, 而解真实之佛子而说。 如果应于义者, 则需广以言教。 因为一次的众生啊, 你找, 讲那个少许的法, 他没办法弃入, 顿悟。 没办法, 而就重复的欣识, 有种种的分别, 法相诸相, 拦着种种的心跟静, 以法门皆细如幻。 如幻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语言文字, 佛所说的法, 都是空无自信。 唯有那一颗真如的心, 是究竟真相。 因此, 万法都在开采, 我们那颗涅槃妙性。 万法都是这样子。 你到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子啊, 明心见性见性才成佛, 哪一尊佛不见性可以成佛的呢?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 明本心见本心的法门, 就是提前告诉你成佛的这个究竟意。 究竟意。 接下来, 是谁有相显现, 然皆无无真实之性, 如来如是种种之言说, 皆为随事, 应即而分别, 施舍见利。 若所说之法, 非所应之机啊, 则以比听者反成为, 非荡之说, 是以不得不用全所言, 全就是方便。 注意, 只要语言文字, 通通叫做方便, 只要语言文字, 通通叫做如幻。 若对小圣尽量之人, 为所真实之法, 则非所应。 这师父早就跟你讲过了。 所以, 我们到小圣国度纪, 就是一种尊重。 这是一个, 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也尊重。 那来到大圣国度的, 中国大陆或者台湾, 他也应当尊重我们大圣的修行方式。 所以, 师父一直强调, 这大小圣之间, 应当互相尊重, 赞叹, 随喜功德。 接下来, 比比诸病人良意随处方, 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 妄想非境界, 神闻亦非分, 哀明者所说, 自觉之境界。 比比诸病人, 那个比比啊, 就是还没有成佛。 只要没有成佛, 他的心都有无名的粗或者细的病。 意思就是说, 在佛的角度里面讲, 整个宇宙的众生, 他的心就一定有病。 有的, 有的还有, 严重的, 贪嗔痴的病。 换句话说, 在佛的角度里面讲, 每一个众生, 没有众生, 没有生病的。 身体也许很健康, 可心它一定会有病。 会有执着的病, 会有法治的病, 会有无名的病。 见识病, 沉沙的病, 沉沙无名的病, 或者是根本无名的病。 这个病, 是没办法断的, 因为它无形象的, 吃药吃不好的。 你不是说, 今天呢, 你这个感冒啊, 我们来开一体药, 回来煎一煎, 喝了,感冒, 好了。 现在这是科学的中药粉, 很快, 或者西药, 这个药是没办法的。 除了服用佛陀所讲的, 大剥落的法药, 有办法救度一切众生。 要不然, 如来为什么这么的尊贵, 让无量无边的众生, 如此的推崇, 如此的典礼, 五体投地的佩服, 是为什么? 因为, 只有它有办法, 只有它老人家, 佛陀, 伟大的, 出世的大圣人, 才能悟到生命的究竟之处。 究竟之处。 要不然呢, 九法界的众生是没办法的。 所以, 比比诸病人, 九法界, 就是菩萨以下的, 这些凡夫啊, 都有病。 良意随处方, 良意当然就是如来啦。 比比是指九法界啦, 那么良意当然就是指如来的, 随处方, 如来为众生, 为众生怎么样? 随心应量说, 随着众生的心的差别, 应其所知之量, 而为之说法。 啊, 所以啊, 佛陀, 不只是说, 世间的天文, 地理啊, 要贯通啊, 实法界任何一个重症的毛病, 他通通要抓得准, 才有办法下药, 才需要三藏是恶不经典。 啊, 接下来, 妄想, 非境界。 这个是指, 如来的这个字节甚至啊, 啊, 不是那个外道, 至心妄想, 迷走者的境界。 非境界就是, 没有办法去理解。 只要你内心有妄想, 就不是如来的境界, 就没办法, 弃入如来。 这非境界就是, 有妄想的人, 没有办法弃入如来的境界。 所以, 如来自觉甚至呢, 不是外道, 至心有妄想, 所迷着的他的境界。 不是这个, 意思就是, 不是有妄想的人的境界。 而佛陀是没有妄想的人, 才有办法弃入佛陀的境界, 就是如来自觉的甚至, 内心的深处。 深闻亦非分, 也就是, 也不是深闻的本分是, 非分这个分, 跟分量的分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深闻的悲心智慧力解不足, 也不是, 非分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用今天的语言你比较听得懂,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也不是深闻上有这个能力, 去弃入如来的自觉甚至, 没有办法。 你就知道, 成佛有多难啊。 连修到正大阿罗汉国, 都没有办法。 弃入佛的那种究竟, 的圆节的自性。 你就知道, 这个修行佛道, 它有多困难。 多深奥。 哀明者所说, 哀明一切世间, 为了哀明一切世间, 佛才说种种的法。 所说是什么? 说佛的自证自觉的境界。 哀明一切世间, 因为一切世间没办法了解佛, 这么高超的境界。 所以佛为了哀明一切世间, 这些人才说, 怎么样? 哀明者所说, 就是说其自证自觉的境界。 自觉之境界, 就是如来自证自觉之境界。 哀明者所说, 整体的意思就是, 为了哀明一切世间人, 才说如来的自证自觉的境界。 为这些众生来说的。 那么证据把它贯穿一下。 说比比诸病人, 良意, 谁处方。 因为九法界的众生, 或者是菩萨法界, 声闻元节, 六道众生的这些法界, 这些都是有病。 心都有病, 无名的病, 烦恼的病, 只是出息不同。 而如来这个良意, 随九法界的根气不一样, 开得对质心病。 如来为众生, 随众生的心, 这差别, 硬量说, 就是应其所知之量, 而为之所。 小根气的不会说大法, 大根气的不必说小法。 如来的自觉甚至, 不是那个外道充满着妄想的人的境界。 也不是声闻能够了解, 也不是他们的本分事, 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啊, 神闻圣啊, 没有佛的大悲心, 大智慧力都不够。 哎, 神闻圣, 悲心不够, 智慧力皆不足。 所以, 亦非神闻圣, 能够了解, 也不是他们的本分事, 没有这个能力。 啊, 所以, 为了哀民一切众生, 所以佛才说, 如来的自证, 自觉之境界, 也是大慈悲心的展现啊。 虽然, 一切众生还没有正道佛的这个境界呢, 佛也事先说给他, 慢慢的朝这个方向, 精进努力。 人中有一个理想嘛。 媳妇的人, 最大的理想, 就是修行, 成道, 置物, 置入, 自觉, 甚至嘛。 257页注释, 说, 比比诸病人, 比比, 为比之复数, 重复其词, 以显其复数, 有言, 比等, 病人, 指众生, 求法界的众生, 都有病。 为诸佛, 究竟无病啊。 好, 所以这座诸位啊, 你看看啊, 现代的人,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得到忧郁症, 很多人去跳楼自杀, 躁郁症, 忧郁症, 这些莫名其妙的无名病, 为什么? 除了饮食啊, 睡眠啊, 最重要的, 就是内心的深层的, 那样执着, 所以长年累夜啊, 睡不着, 再来, 加上年岁大的时候, 慢慢的老化, 头脑越来越不灵光, 头脑越来越不灵光, 那老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啊, 我们要, 让我们的脑筋啊, 更清晰, 不得种种的, 不必要的病, 那么这个佛法就非常重要。 佛法, 你内心里面, 能够充满的智慧, 都, 每一念, 都是那么的善良。 主位, 善良是可以治病的。 不发脾气, 也不就不, 很少闹未病, 憎恨心, 也没有。 你看, 整个身体, 慢慢的调伏。 主位, 调伏了心, 那么身体的病, 他会减轻的。 而且, 就算身体有病, 他也知道这个是夜暴身, 该瘦的心也不会烦恼。 所以这个心治疗好的时候, 他可以承受很大的病苦, 还有很大的逆境, 就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 众生无法承受的, 要跑去自杀的。 可是在一个邪佛的人, 这没什么呀。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记住, 邪佛的人, 就是要把不幸, 转成波禄智慧。 任何不幸的事情, 变成一种可贵的经验。 能够转, 能够转动。 可是众生没办法, 碰到家庭不幸的话, 种种的这些生老病时, 一下子无法承受, 人都快发疯了。 你无法承受了。 这个人好好的, 土人这样子。 没多久死了。 哭得死气活来, 哭得死气活来, 他会活过来吗? 不会。 对不对? 因此, 我们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们拥有一颗剥热的心, 这个万病就尽处。 这身体的小小的病, 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那内心里面那一颗, 无名烦恼, 这个是大病。 因此医生只能医假病, 活脱医的是真正的病。 你体会得出来吗? 世间, 你感冒啊, 头痛啊, 高血啊, 医生医的都是假病。 而佛陀人医的是, 活脱医的是真正的病, 真正的病不在身体啊, 真正的病在心。 真正的病是在心啊。 接下来, 良意随处方, 良意是指如来, 以如来能治众生, 一切身心之病啊, 随处方, 为随众生之病而开以处方。 随心应样说, 为如来随众生心之差别, 且应其所知之量而为之所法。 妄想非境界, 身闻亦非分, 为如来以智觉甚至, 应众生之根基气量而建立种种法门, 分别成就一切众生, 如是悲心, 如是方便, 如是智力, 皆非外道而为, 为自心妄想所弥者之境界, 亦非身闻甚能了之分, 以其悲心以智力其不足固。 所以诸位哦, 悲心跟智力就是成佛的两大支柱。 因此, 悲心就是天下无不可原谅的众生。 能原谅, 同时要把他救拔, 但是有很多的众生的业力太重了, 不是你有办法用悲心的。 你这个悲心不能让他拖下去, 这个悲心不能烂, 烂慈悲, 那不行。 悲心的背后要加上智慧的力道。 所以你的慈悲里面充满着智慧, 你的智慧里面又充满着慈悲, 两者切一不行。 没有智慧的慈悲叫做烂, 会引来很大的后遗症。 我这个人很慈悲。 太慈悲了, 一大堆的后遗症。 没有智慧处理这件事情。 对不对? 太慈悲了。 那么, 可是智慧力不够也不行。 那么, 如果你有大智慧, 却不够慈悲。 当然有大智慧的人就不会这样子的啦。 就是, 你有一些智慧, 都是不够悲心。 对不对? 走, 我们去度众生了。 那差不多一世了。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 人家说有时候要学习俗俗俗。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啦。 我的意思是, 能度的还是要度的呢? 是说, 你没办法改变你老公, 或者你老婆, 改变你的儿女。 这个时候要学智慧一点。 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受他影响, 继续学佛。 是这个意思呢? 但是你能救的, 你还是要去救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悲心呢, 跟智慧力, 要继续地培养。 而法大圣心呢, 久远修行至菩萨, 乃能得起少分。 哀明者所说, 智觉也之境界。 此为哀明一切世间之如来, 所说其智政, 智觉也之境界。 所以啊, 作为没有大悟见性, 佛所讲的言顿大笑, 他是说不出所谓然的。 因为他们没有本地的风光, 也没有见到真路的自性。 他所提悟的就是用猜的。 这预言文字听起来很像, 可是, 就少了那么味道, 就是没有开悟的味道, 没有真路的味道。 也不像是悟道, 悟道就讲本地风光, 谁说脸来了, 看书不看书, 他都是本地风光。 有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就差很多了。 差很多。 一观, 说彼等众生有如出病人, 而如来, 犹如良意, 随其病症, 而可以种种的处方。 不是如来, 为一切众生, 随其性质差别, 应其量之大小, 而为说法, 此以大悲为本, 大智慧为用。 随其应量, 见利失色之境界, 非为自先妄想所谜的凡外, 凡就是凡夫, 外就是外道, 的境界所能及。 小舍的身份, 也不是他的本分事。 非其分就是, 没有这个能力能耐, 去理解佛的自觉甚至。 此为埃弥一切世间者之所说, 为了同情一切世间, 让他知道究竟于的如来, 自证自觉的境界。 我们今天很有福报了, 是不是? 很有福报, 能够怎么样? 哇,能够。 虽然还没有到佛的境界, 可是能够理解说, 哦,原来佛是离一切相, 离一切法, 离一切知, 离一切见, 离一切生命。 我们知道, 至少知道这些。